2001年香港刘家班的掌门人刘家良疯狂的拍着自家的大门 嘴里嚷嚷着 汪静静你快点给我开门 我知道你在家 三分钟后大门打开 刘家良立马冲进去寻找男人的踪迹 可整个屋子都被翻个遍 也没看到男人的半点痕迹 他气呼呼的质问老婆汪静静 家里是不是有男人 你把他叫出来 老老实实的给我讲清楚 男欢女爱的事情都无所谓 还没等汪静静开口解释 窗外传来一声巨响 刘家良顺着声音将头探出窗外 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还没来得及穿上鞋的男人 在他的旁边还有一包没抽完的香烟 此时的汪静静吓得直接瘫倒在地上 一场偷来的雨水之欢而已 竟让这个男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可在汪静静的传奇感情史上 为他付出代价的又何止这位坠楼男子一人 1964年出生在越南的汪静静 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富商 母亲赵小渝更是大名鼎鼎的江湖人物 如此看来 汪静静似乎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公主 可现实却并非如此 汪静静只享受了11个月公主般的生活 父母就感情破裂离婚了 汪静静则跟着母亲辗转来到了香港落地扎根 作为一名称职的江湖大姐大 赵小渝的手段自然不容小觑 早年间他在美国专门攻读过一段时间的儿童心理学 甚至还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英文和多种国内方言 所以没过多久 赵小渝便为汪静静找了一个后爸 是澳门的政界名人刘衍全 有了新任丈夫的赵福 赵小渝的生活颇为自在 可年幼的汪静静就没那么完幸运了 重男情女的赵小渝爱大儿子爱小儿子 却唯独不爱家里唯一的女孩翁静静 而翁静静虽然深知母亲的偏心 却也是不敢言语 因为她害怕母亲身上的江湖气息 害怕母亲的拳打脚踢 更害怕母亲一言不合就扔菜刀的绝技 1978年 邵氏公司的著名导演刘方刚 与妻子黄淑仪刚办完离婚手续不久 就机缘巧合的看到了翁静静寄到电视周刊的美照 那一年翁静静刚满16岁 初次拍戏 他就和周润发搭上了戏 这是多少演员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机会 而年幼的翁静静并不懂这些 他只知道自己终于获得了短暂的自由 不用在母亲的眼皮底下担惊受怕 所以格外珍惜演员这份职业 很快导演蔡继光在看到翁静静的荧幕处女座后 十分欣赏 于是找到了略显稚嫩的翁静静 邀请他和张国荣 陈柏强 钟保罗 三名大腕合作主演自己的电影 贺彩 这对翁静静来说 自然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部电影却让他和陈柏强擦出了暧昧的火花 那一年 陈柏强22岁 翁静静16岁 爱情的味道在两人之间蔓延 之后两人又在电视剧突破里 互相献上了自己的荧幕初吻 在忧郁王子陈柏强的心里 或许这就是心里想要的爱情 可对于从小去爱而变得成熟 世故的翁静静而言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爱情 所以当一个比他大30岁的男人 出现在翁静静面前时 他决绝地对陈柏强说出了那句 我们曾经在一起过吗 这无疑是在给陈柏强泼了一盆冷水 他一直以为清纯甜美的翁静静是爱自己的 可到头来 这段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的感情 只不过是陈柏强自己一个人的单相似罢了 汪静静曾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从来都是个容易被打动的人 而陈柏强发自内心为他演唱的今宵多珍重 简简令他感动 并未让他心动 而让他心动的男人 正是那一年在酒店外偶遇的刘家班掌门人刘家良 两人一人在车里一人在车外 四目对视一眼万年 1983年19岁的翁静静又与张国荣合作出演了一部电影 杨过与小龙女 剧中一身古装扮相的翁静静令人惊艳不已 霓裳羽衣小龙女艳若桃李翁静静 观众情不自禁的给他送了一个最美小龙女的美声 可这部剧的拍摄期间 翁静静与张国荣却受了不少苦 当时邵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演员拍戏 一定要请剧组所有人都大吃大喝 而当时的张国荣和翁静静都刚出道不久 根本没有那份实力 为此两人在剧组免不了要遭受众人的白眼 彼时刘家班的转门人刘家良风头正盛 人送外号无数第一宗师 聪明的张国荣便打起了刘家良的主意 一方鳄鱼奉承的讨好后 刘家良便成为了张国荣的干爹 自此他在剧组的日子也好过了起来 而年轻漂亮的翁静静 此时正被剧组的武术指导死死的盯着 他多次想将翁静静约出去玩一玩 可翁静静却敌死不从 翁静静的拒绝直接惹怒了这名武术指导 所以他总是在剧组给翁静静拾半子 使得翁静静拍一场戏下来 总是搞得头破血流 张国荣见状于心不忍 便偷偷的给翁静静支招 让他也去投靠到干爹刘家良的门下 翁静心想干爹再好 也不比男朋友好使 于是他鼓起勇气 跑到刘家良的面前说道 既然你已经做了张国荣的干爹 那不如你假扮我男朋友吧 这样的话肯定就没人敢约我了 风流成性的刘家良定睛一看 如此年轻貌美的女人 要自己做男朋友 这不是送上门来的艳遇吗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点头 答应了翁静静的请求 1934年出生的刘家良 幸运地赶上香港大清律历之前 就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 所以即便他身边妻械成全 这在当时也是合法的 翁静静成为刘家良名义上的女朋友后 不安的感觉再次席卷而来 身边的朋友纷纷劝他 不要在刘家良的身上浪费自己的青春 话听得多了 翁静静的心里产生了疑惑 他担心自己躲过武术指导的套路 却躲不过刘家良的温柔陷阱 所以面对刘家良的邀约 他果断拒绝了 而刘家良也不强求 他淡淡地说道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说完之后他便转身离开了 看着刘家良离开的身影 翁静静的心里竟然泛起一丝不舍 于是他大声告诉刘家良 我没有男朋友 从那之后 刘家良便开始正式追求翁静静 他亲自跑到剧组 对他嘘寒问暖 他亲自带他去买鞋 甚至会蹲下身子 温柔地帮他按鞋子大小 刘家良的种种温柔 令翁静静心动不已 他觉得眼前这个男人 不仅能护他周全 更会给予他儿时都得不到的宠爱 所以他义无反顾地 成为了刘家良的后沟家里 1986年 翁静静为刘家良生下了第一个女儿 也是在那一年 刘家良的原配主动提出了离婚 他要成全这个为刘家良 盲权盲后的女人 三年后 翁静静与刘家良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 可无幸的是 当初和翁静静一起合作拍摄 喝彩的演员钟保罗坠楼自杀了 1993年 那个仅对翁静静一人喜欢 与偏爱的忧郁王子陈百强 也突然去世 翁静静得知恶耗 在葬礼上哭得肝肠寸断 第二年 刘家良与成龙合作完电影《罪权2》后 她的身体就出现了状况 好在有翁静静在身边悉心照顾 刘家良的身体才得以恢复 看着刘家良的身体逐渐好起来 翁静静想学法律的心越发强烈 可当她获得香港大学法学摄氏学位不久后 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便发生了 那名坠楼的男子正是翁静静 在律师行业上的上司林静业 原来外界传出的出轨消息 并非是空穴来风 原来刘家良是故意折返家中 想要来一个捉奸在床 2003年张国荣跳楼自杀 大家悲痛之余 也指责翁静是命应克有的煞心 只因曾与他合作过的三位男主角相继去世 对此翁静静虽然感到冤枉与委屈 可他却无计可施 只能默默地忍耐这些流言蜚语 尽量避免自己在娱乐圈被曝光 2011年77岁的刘家良病情日益严重 而翁静静却被媒体拍到 与香港富豪何又彪亲密逛街的画面 何又彪是香港人何东的曾孙 而何东和赌王何鸿生的祖父何福又是亲兄弟 所以按照家族备份来排 赌王何鸿生还是何又彪的堂博 两人的亲密举动再次引发一片争议 可翁静静却十分淡定 他依旧细心地照顾着刘家良的身体 好像他与何又彪的绯闻全然没有发生过 两年后刘家良的身体已经病入膏肓 翁静静毅然忙前忙后的为刘家良筹备后事 就连替刘家良挑选寿采 翁静静都要亲自躺进去试一下 看看丈夫睡下去是不是舒服 看着翁静静为自己做的一切 刘家良不舍地拉着翁静静的手说道 如有来生我还想跟你做夫妻 而翁静静也泪眼婆娑地对刘家良说 我们这段婚姻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希望你能原谅我 盯着翁静静的游声细语 刘家良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葬礼结束后 翁静静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哭 他一度想随丈夫刘家良去了 前段时间已经57岁的翁静静接受了港媒的专访 罕见露面的他保养得甚好 身材更是一点没有发福 真用了那句老话 女人的幸福全写在脸上 而翁静静的幸福是肉眼可见的 他的一颦一笑 依然能够让人感觉到优雅的味道 纵观翁静静的传奇情史 不管是嫁给大30岁的刘家良 还是嫁给赌王家族的何佑彪 他对待感情的态度一向是清醒的 陈百祥给他的爱虽然真挚 但却给不了翁静静想要的安全感 所以他理智的选择了刘家良 或许从道德层面上来说 他做的不对 但无论刘家良遭遇困难 还是受到冰痛折磨时 他都不离不弃的陪他走过了人生最后一程 最后选择了何佑彪 也让自己的晚年有了依靠 人的一生中 谁都有可能遇到多段感情 原来元去皆是命数 没有对错 没有输赢 遇到了彼此珍惜 彼此包容 才是生活最美好的样子 没有对错